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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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的乡村振兴三步走的目标安排 我是确定乡村振兴的目标是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村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全面实现 会议指出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紧抓城乡融合这个方向 纵深推进跨岛发展 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向乡村覆盖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 要紧抓产业兴旺这个重点 着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着力提高农产品质量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特色农业 生态农业 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要紧抓生态宜居这个关键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着力整治农村环境突出问题 推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要紧抓乡丰文明这个保障 着力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要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大力传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扎实推进农村文明建设 要紧抓治理有效这个基础 着力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创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强化基层农村法治建设 持续提升农村得志水平 要紧抓生活富裕这个根本 着力加强和改善农村民生 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增加工资性收入 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强化社会保障 会议强调 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在党 关键在落实 要加强和改善 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三农工作摆在全局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健全党委全面统一领导 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 要健全领导机制 强化规划引领 深化改革创新 加大投入保障和队伍建设 坚定信心 苦干实干 以实际行动 开创我市三农工作新局面 记者从上午召开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去年厦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575元 同比增长了8.3% 全市农民收入增幅再次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据了解 我市城镇化率已达到89% 但全市仍有乡村人口65.2万人 为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直接受益者 近年来 我是大力实施农民增收行动计划 2017年 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460元 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长 总量继续位居全省首位 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翻番 值得一提的是 我是扎实推进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的转产转业工作 近三年来 全市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10.6万人 此外 我市积极探索建立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全市近15万被征地人员 已办理了养老保险和退养手续 月均退养金达1475元 我市还率先全省实现养老保险城乡全覆盖 在待遇标准和覆盖面等方面 均走在全国前列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全市金融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全国全省金融工作会议决策部署 总结过去五年 我市金融工作开展情况 研究部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经家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我是金融业保持快速健康增长态势 为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合厦门实际 裴经家提出了 我是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要求 强调要保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遵循金融发展规律 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 完善金融市场 推动金融业升级发展 健全现代金融制度 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系 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 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维护我市金融安全稳定 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为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式 进一步打造高素质的创新创业支撑 和高颜值的生态花园支撑 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裴经家强调 要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 要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着力推动金融安全稳健运行 主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 持续推动经济去杠杆 关注影子银行风险 警惕房地产金融风险 大力整治金融乱象 二 要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 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届时保障我市重点产业 重大项目 民生工程等关键领域融资需求 三 要坚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落实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部署 完善法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 积极打造金融特色品牌 四 要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 拓展一带一路金融服务 提升金融业发展区域化 国际化水平 裴经家指出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 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要强化党委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责任 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 打造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切实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市长庄稼翰指出 要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扎实做好金融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工作 为加快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式 做出更大贡献 一 要全力支持实体经济 提升金融服务滞效 积极发展直接融资 改善间接融资结构 强化保险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二 要突出金融监管重点 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 控薪划旧压降不良贷款 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 进一步做好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规范交易场所等地方金融机构行为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 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稳健发展 加大改革创新 健全服务体系扩大对外开放 切实提升金融业发展水平 记者从上午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我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 去年全市金融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8万亿元 据统计 2012年至2017年 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5% 高出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4.6个百分点 去年金融业增加值491.4亿元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1.3% 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到20.4% 五年来金融业总资产从2012年的8786亿元 增加到2017年的1.8万亿元 年均增长12.7% 新增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等30家区域性分支机构 和农业银行两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等15家总行职能业务中心 外资台资金融机构数量居全国前列 2012年以来厦门新增上市公司20家 增量存量均位居全省第一 其中去年10家企业实现A股首发上市 数量创历年新高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 去年我是通过定期举办正引起对接会 直接促成产融对接项目总规模15.8亿元 新增小微企业贷款1.25万户 贷款余额2061亿元 申请贷款获得率94.9% 在防范风险方面 2017年底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47% 比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 为全省九地市最低 本台记者报道 好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厦门火炬高新区近日传出解报 2017年第四季度 厦门天马RTPS低温多金硅市场占有率 跃居全球第一 详细情况请小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目前厦门天马共有两条LTPS低温多金硅生产线 据知名市场调研机构发布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 厦门天马LTPS市场占有率已跃居全球第一 一举突破国外厂商独霸十几年的龙头宝座 作为主流显示技术 LTPS具有高屏占比 高分辨率 广色域 轻薄化等特点 广泛用于手机 平板 颇为适合如今流行的全面屏 但此前 中国LTPS显示面板的国产化程度较低 严重依赖高价进口 仅仅几年前 日韩还掌握LTPS显示面板的九成产能 光电显示产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 从2011年起 我市就通过引入厦门天马 在祥安投资建设中国第一条5.5代LTPS低温多金硅生产线 完善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2015年 厦门天马追加投资建设第六代LTPS生产线 去年第四季度 厦门天马第六代LTPS生产线实现满产 两条生产线共生产3000多万片LTPS显示面板 据知名市场调研机构IHSMarket发布的数据显示 厦门天马LTPS约占全球显示面板市场份额的22% 厦门平成功占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 我们这个合作企业就很多 包括像索尼啊 谷歌啊 ALG啊 首先我们是这个代表这个中国就打破了这个国外的高端的一个垄断了 因为他们差不多有十几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占据这种领先的地位 那我想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是意味着我们整个中国的企业 这是方面的一个胜利吧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不少市民向我们反映 他们在家中和单位发现了野生松鼠的身影 给生活带来了别样的乐趣 我们的记者走进社区进行了采访拍摄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家住斯明区图墙社区的王先生 有一天无意间发现了一只灰色的松鼠 在家门口的荷花树上窜动 兴奋之余 他拍下了这段视频和亲朋好友分享 这几天记者前来与他一起寻觅松鼠的身影 有两只一公一母 跑到我们这个核花树上面跑来跑去 还会叫还会叫 叫出声音来非常棒 据王先生介绍 小家伙们通常在早晨傍晚叫安静的时候出没 在一墙之隔的厦门宾馆和社区间活跃 他们的出现也唤醒了王先生儿史的记忆 40年前这一带曾有个小山包 种植着不少果树 当时就有许多松鼠再次安家 后来因为城市建设等人为原因 松鼠们就销声匿迹了 采访期间 居民们也热情地聊起自家和松鼠的故事 他们说 社区里至少有三窝松鼠 都和人较为亲近 有的甚至会沿着藤蔓登堂入室 来个家访 投食马鸣鼠和面包 毫不客气 似乎是嗅到了我们的镜头 一只毛茸茸的松鼠突然出现在房顶 摇着大尾巴向我们打招呼 恐怕是我们这块的话 生态环境变好了 然后鸟也多了 鸟也花香了 现在也没人打扰这个松鼠的 他们的安静的生活 无独有偶 在森民区出米岩岗附近上班的黄女士 也经常邂逅松鼠 她时常把花生放在窗台 并放上水盆 等松鼠来大快朵衣 并给他们拍摄视频 小家伙们的到访 也给她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此外 不少网友还爆料 厦门大学 南普陀 仙岳山 梅海岭 金榜公园等地方 都常有松鼠出没 那么野生松鼠 为何频频出现在人多的市区呢 岛内呢环境越来越好 种植的树木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近一年来 种植的大的桥木明显增多 这一位松鼠呢 它的迁徙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也有爱心人士呢 有意地放生松鼠 这也是松鼠增多的一个原因 以前人呢会追打桌 松鼠看到了啊 那现在就是非常友好的 那也会偶尔也会喂食一些花生啊 什么东西啊 那这样的松鼠呢 它也会更乐意到岛内来 据李伯安介绍 松鼠是杂食性动物 喜欢催居在高大的桥木上 在北方吃松子为生 南方松子比较少 它会吃栗子 龙眼 芒果 枇杷 还有花生 有的时候还会吃一些蔬菜 小虫子等等 而活跃在厦门 包括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 是一种叫赤腹松鼠的品种 李伯安建议 市民尽量别去打扰松鼠的生活 距离产生美 这样更有利于人与松鼠的和谐相处 尽量不要把它捉了 拿到家里来 因为毕竟它在野外生活 可能会携带一些病菌啊 没有经过检疫 跟在网上买的还是不一样的 也不要随便喂东西 有的东西对它是不适应的 尤其煮熟的东西 它吃了会对身体有伤害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科技中学新疆班的45名学生 来到厦门火车站 给旅客们提供了贴心的志愿服务 还献上了民族舞蹈快闪 为忙碌的春运贡献一份力 在人流如知的后车大厅 新疆班的学生们 带来了充满民族风情的舞蹈快闪 为忙碌的车站按下暂停键 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纷纷停下脚步 一边欣赏一边拍照 我是哈萨克组 然后我刚跳的是哈萨克组的舞蹈 我觉得大家怀揣着对回家的一种激动 然后而且还要在这里等很久 然后他们也很疲劳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舞蹈 带给他们快乐 然后让他们更轻松 除了舞蹈快闪 安检门 近站口 后车大厅 到处都是学生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有的为旅客指引乘车方向 有的帮抱小孩的旅客提行李 有的穿梭于后车座椅间 为旅客送上一杯热水 我刚刚从那个电扶梯那个上来的时候 马上就有问我去哪 然后告诉我在哪个路口 感觉挺贴心的 感觉帮助别人其实挺开心的 记者了解到 科技中学已经连续参加了 七年的春运志愿服务 这几年新疆班学生的加入 也为志愿服务增添了新的亮点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一段时间以来 狐狸区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民俗活动 大操大办专项整治活动 以实际行动破除陈规陋席 真正把基层群众的人情负担解下来 让文明新风吹尽千家万户 板上社区是湖里区 河山街道的一处村改居社区 过去社区里有红白喜事时 居民们宁穷一年 暮穷一天 东挪西界也要将排场摆阔去 谁家都不愿被比下去 对此河山街道积极推进民俗活动 大操大办专项整治 深化一丰一俗活动 他们在下辖各社区都成立了 红白喜事理事会和一丰一俗劝导队 制定村规明约 同时严明纪旅 要求所有的社区两委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签订一丰一俗承诺书 并对举办民俗和婚丧喜庆活动 事前和事后的报告进行监督检查 通过我们的各个党风连镇工作站 跟年轻信息员 还有一丰一失的这种自愿者 在深入广大群众当中 在了解当中 就发现一些问题 苗头性的问题线索 我们关口前离 及时提醒 谈话 教育 制止 把这种歪风二十一 把他纠正过来 除了抓住关键少数来带动大多数 河山街道还进行了立体式宣传 向辖区之民发放了近万份 一丰一俗诚义书 制作三十多块 一丰一俗宣传栏和展板 通过这些立体式的宣传 面和线的结合 那我们整个辖区内的 这个大操大班的情况 得到有效的遏制 你说我们这个阶段 顶下背 准来有什么东西 不是死了来大开大老的 主要是 在新有好顺 老人就感到很麻烦 不一定的经济 跟什么吹飞在家里面 少年如果好顺 我们还要尽量帮他一代 我个人喜欢是这样的 本来记者报道 昨天 我是启动了标准化 临床电子病例项目培训 记者了解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医院 正加快将胸外科标准化术语 运用到结构化电子病例中 未来患者在就医时 医生的诊断将更为规范和统一 一并两名的情况将大大减少 据了解 目前我是大部分医院 都普遍使用电子病例系统 对患者治疗情况进行记录 患者到医院看门诊时 不再需要携带 或者临时购买纸质病例 所有的就诊信息 将直接储存 进入医保卡或者市民健康卡 医生在坐诊时 只需要调取卡里的信息 就可以轻松查询到 复诊病人的详细资料 虽然我是目前在 电子病例的建设上 取得一定成绩 但要于目前各家医院 在电子病例标准化 诊疗术语上 尚未完全统一 不仅容易造成 临床诊疗的混乱 而且还会影响 临床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大概比方蓝尾炎 那么有人也叫盲肠炎 那我们胸外科 食拐食道 那么这些不是 出自于老百姓 很多出自于我们的专业人员 所以在这方面 有大量的不同意 那么对我们的治疗和统计 造成了很多的混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去年中国医师协会 胸外科医师分会 在全国各临床专业中 率先制定发布了 胸外科疾病标准化 诊疗术语 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医院 第一院正加快 将胸外科标准化术语 应用到结构化电子病例中 今后患者 在第一院胸外科就医时 医生的诊断 将更为规范和统一 一并两名的情况 将大大减少 同时医生书写 每份病例的时间 将从半个小时以上 缩短到十分钟左右 即使了解到 这个做法成熟之后 将向第一院其他科室 以及全市多家医院进行推广 我们只有把这个 最基础的基础打好了 我们下一步 进行人工智能也好 进行大数据的分析也好 我们才能有准确的 完善的这个 这个数据 数据 我们才能得出 一个准确的结论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 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 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 官方微博 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谢谢